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木材与人类生活 涵盖五个部分 以后讲陆续的有几位教师分五讲完成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主题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木材是在自然界中自然形成的一种可再生的绿色材料 应该说木材是绿色环境 人体健康的贡献者 我今天讲的第一部分的内容 这个内容的命题是认知木材 但是我在讲这个命题之前 我想向同学提出一个问题 供大家讨论 我想知道同学们在日常的生活 学习或工作中 你所接触到的木材在哪些方面有所应用 看看哪个同学有兴趣回答这个问题 好 我经常建设木材主要是用于家具 既然我们经常用的桌椅 房 此外还有木材家具 还有一些建筑物的能量 美窗的框架等等 另外还有一些 还有几桌装饰品也是用木材制作的 好 回答的是严谨一概 回答的正确 下面我就开始讲这部分的内容 这部分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人木渊源 人家木等以修 人木合一 人木渊源主要是向大家讲述树木和人类的演进的基本过程 话说在1.5亿或者是到3亿年之前 地球上出现了树木 以后不知历经了多少个世时代代便出现了人类 从那遥远的盲棱期开始 人便和木材相依为伴 人与树木和木材是息息相关的 起初人是在树上居住的 一些小孩要通过攀岩树木 可以在树木上玩耍 甚至用粗大的树枝和树叶来掩藏自己的身体 那么用现在的话说 那就是捉迷藏 那通过这个捉迷藏 从中寻取孩子们的欢乐 但是气候不断地变迁 生态环境不断在变化 由于长期的干燥 那么人类为了使用新的身境的变化 必须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行走方式 开始我们的祖先是以爬行为主 当草木丛生之后 那么人们的视野 必须要超越草的高度 这样才能探视远方 目的是寻找猎物 或者是抵御外来的遣害 那么当风调雨顺 气候始移的时候 树木又开始生长旺盛 那么最后生长成参天大树 甚至是一望无际的森林 此时人类为了生活的需要 它们手持工具也在发生变化 比如木器 石器 铁器 棍棒 长矛 发展到现代化的装备 直到今天我们天天使用的 工作和学习离不开的工具 那就是计算机 在遥远的漫长的历史的演进中 人和树木共同在演化 共同在进化 木字的变化 常言到无木不成林 两个木字就可以构成一个林字 那三个木呢 三个木字就构成一个身字 那么大家可以想象得出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是一片一望无际的森林 木字啊 首先是以甲骨文来描述的 甲骨的文字 所以它图书的特点是 具有典型的仿生学的理念 甲骨文的木字和树木的形态 是极其相近的 最后通过演变到小钻 就是钻体 钻体的木字 钻体的木字呢 它是结合了仿生学的理念 和书写的方便 科具艺术性 最后演变到现在的木字 人与木的情节 大家可以想象到 观察到 人与树木的形体 是非常相似的 都有身躯 和肢体 高大的桥木 和人体的形状 非常相似 可以说 人类是哺乳动物中 直立行走的动物 那么树木呢 是高中植物中 能够支离生长的植物 它们都在经过岁月的变迁 而成才成长 人的成长过程是 大家都知道 从幼稚园开始 到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研究生 通过一个受教育的过程 历练的过程 最后培养成为科学家 工程师 或者是国民经济的建设者 那树木也是一样 从种植开始 历经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 生长成为一个动量之材 可以做结构用材 和建筑用材等等 通过年轮就可以判断出 当地的气候变化 如果风调雨顺 年轮宽度就宽 为什么呢 因为生长量大 如果当地的气候 长期无雨干燥 或者是天灾人祸 那么它生长年轮就很窄 所以通过树木的年轮 它的变化 就可以分析 判断出树木生长的过程 树木生长的过程 和人成长的过程 也是极其相似 人类的需求 以木器演进 木材是大自然的杰作 大家还记得 我们的祖先 最早发明了钻木取火 钻木取火 是人类在它的生命活动中 亲自点燃的火化 它代表着生命的曙光 从钻木取火开始 可以说我们人类开辟了 人类自己的文明 和木材文化之窗 从应用上看 人的居住的住所 开始以构木为槽的 然后演建成 仍然是木结构的高脚屋 最后演进到木结构建筑 那就是非常有名的厄方宫 从亭宴的吉他到明星家具 家具的演变 都离不开 以木材为颜料 制造的家具 或者是木制品 为什么呢 因为特别是现代家具 要充分体验出 生态性 艺术性 民族性 要有时代感 家具 离不开木材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以木材制造的家具 它具有特殊的 优良的 环境学属性 把木材作为家具 光点 房屋 布置在我们的居室中 我们充分能够享受 木材带给人们的 健康和欢乐 人家木 等于修 大家可以想象出来吧 修西之夜 从人一目 人在工作的时候 大家都很忙碌 都很辛苦 我们把工作 可以比作是放电 当你离开工作岗位 回到你在家里的时候 想得到一个非常修气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们把回到家里的修气 叫做充电 特别是回到你的居室的时候 居室是一个微环境 可以说是一个不大的生活空间 那么到了你的居室环境之后 你的心情应该得到的是 悠然 自得 心情舒畅 那么在你的基础中 选用什么样的材料 来装点你的房屋 选择什么样材料 来制作家具 这个是需要我们认真地去设计和考虑 由木材制造的家具 或者其他的木制品 是我们首选的材料 为什么呢 因为木材是一种绿色的材料 是在自然界 自然形成的一种高分子的聚合物的复合体 木材中含有50%的碳元素 所以木材具有储碳功能 应该说木材是陆地植物中 储碳量最大的一种材料 储碳有什么意义呢 储存碳元素 固定碳元素 减少二氧化碳的释放 这样就抑制了温室效应 所以我们把这种绿色的材料 用在我们家具的环境中 或者是微型环境中 具有极其的生态意义 应该说木材这种神奇的力量 就是能够改变人居微环境 我讲到这儿 我还想提出一个问题 供大家讨论 你们看到木材之后 给你的宏观的视觉感觉如何 哪位同学回答这个问题 好 我觉得木材给人的第一感觉 应该是自然形成 首先木材它是来自于大自然 它比较符合人们回归自然的一种心理 其次木材的颜色 大多数都是浅黄色 它给人的感觉就是温暖和柔和的 同时木材的这个花纹比较多样 它有一种立体的生命感 它不像塑料或者是水鸡 这些材料没有升级 因此木材给人的感觉就是自然的新鲜 好 回答得非常好 不错 木材的美丽的颜色 柔和的光泽 变雅的花纹 使人们看上去感到非常的自然 非常的舒服 好 下面我就继续向大家讲解 关于木材的颜色 花纹 及其它的保健功能 我们国家的数种 在七天中以上 可以说 数种极其繁多 但是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找到两个完全颜色相同的 木材数种 木材的颜色 可以说是五彩分成 人们常说云山洁白如雪 乌木漆黑如墨 黄花梨橘黄色 基丝木红褐色 看上去给人以高贵感和舒适感 它的纹理结构和花纹是自然形成的 是大自然酿造的 这是一种神奇的力量 因为木材它本身是一个生物结构 因为它和人类是一样的 都是由细胞组成的 这种生物结构所形成的天然的颜色 纹理和花纹 看上去使人的视觉 除菊具具有自然感 亲切感 舒适感 和华丽感 也有一些树种的木材 有保健功能 比较大家非常熟悉的 比如说张木 咱们有在家里是用买张木箱的 把它储存衣物 为什么呢 因为张木中含一种活性物质 张木脑 它能够驱除蚊虫的作用 还有松木 它里面还有一种精油 具有硝烟止咳的作用 还有白化 白化中的抽屉物 具有预防感冒的作用 所以我们在市场上可以看到 弹箱事儿 张木箱子 或者是以一些贵重木材 或者是具有特殊保健功能的木材 做成的小的艺术品 下面向大家介绍 木材的升学性 应该说木材具有 优良的升共振性 和建筑升学特性 大家看到的 我们国家的民族乐器 和一些西洋乐器 它能够发出 乐耳的声音 和谐的声音 关键在乐器中的共鸣部件 通常把它叫做共鸣板 以木材为了要制成的 这样的共鸣板 具有非常好的共振性 像我们国家 常常用作乐器材共鸣板的 这样的木材 像云山和炮筒 这两种木材是用作乐器 共鸣板的非常好的材料 为什么 因为这两种材料 具有非常好的升腐射技术 它有很好的动态弹性膜量 和始终的密度 所以它能够发出非常和谐 悦耳的声音 另外我们也要注意到 木材它具有非常优良的建筑声学特性 这个建筑声学特性 是非常实用的 也非常重要 建筑声学主要包括 歌声 息声和浑想时间的控制 特别是浑想时间 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你浑想时间很长 那么一个歌手 他发出的声音 你听到后 就会感到吐司不清 有模糊的感觉 反之如果你的浑想时间过短 那你就会感到 这个声音很单调 贫乏无味 所以说浑想时间 也就是木材的建筑声学特性 在实践应用中 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性质 所以说一个非常有名气的歌手 或者是歌唱演员 都希望在什么维也纳的金色大厅 或者是北京音乐厅等等 这样的大厅里来举行 自己的歌唱音乐会 我想不无道理 既有良好的建筑声学特性的木材 应该是大厅音乐厅 或者是录音盘的首选材料 下面我再介绍木材的另一个特性 就是木材具有智能化的 微气候调节特性 大家都知道 木材是一个毛细管 多孔性 有线膨胀胶体 这种材料本身 它就具有通风良好 换气功能良好 这样的特性 所以有人把木结构建筑的房屋 称为会呼吸的房子 这是有道理的 另外木材具有良好的调温调湿特性 也可以说木材具有微环境的调节小气候的作用 居室内或者说微环境中 如果很干燥 木材就会释放出水分 如果湿度很大 木材可以吸出水分 对温度也是一样 很多学者都做过长期的实验 已经完全证实 木材用在居室内具有调温的作用 能够起到东南夏凉的作用 所以木材具有智能性调节作用 这个作用时时都在进行 只是我们没有插角道而已 数据表明 混凝土建造的房屋 和木结构建造的房屋相比 那么从夏天 它的平静温度 木材建筑的房屋 它的温度 要比混凝土建造的房屋 要低1.4到2.5度 反之到冬天 也是同样的环境 用木材构建的房屋 室内的温度将提高3到4度 所以人们越来越青睐于 用实体木材或木质材料 来建造自己的房屋 特别是居室 这是很有道理的 木材的另外一个作用 对生物体身心健康的良性调节作用 我和我的学生做过多次试验 选择用小白鼠 作为一种动物 然后用不同材料 制成饲养箱 比如说铝板 混凝土 木材等等 那么实践证明 用木材制作的饲养箱 在这里头 饲养小白鼠 那么它的身体功能 行为状态 远远好于 混凝土结构的饲养箱 类的小白鼠 也更好于 金属 所制作的饲养箱 从它的存活率上 具有很明显的差距 在木材饲养箱中 它存活率可以高达8% 反之混凝土 只有7% 并且它行为状态不一样 在木材制作的饲养箱中的小白鼠 那是充满生机的 体重增加很快 食欲也很好 毛发发量 在金属饲养箱 或者混凝土饲养箱 小白鼠萎靡不振 基本没有什么生育能力 那么其他国家的一些学者 经过几代人的研究 对人做了类似的实验 实践证明 在木木结构建筑居住的人群 它的寿命可以延长9到11年 不同的环境下 对人体身心健康的影响 有非常显明的差别 可以结论 木材是有益人体健康最好的材料 在基础中 在木结构建筑的房屋 或者说木材率高的居水内生活的人群 应该说是心情愉悦 身心健康 下面是讲人木合一 人木合一 我想主要是要揭示 木材对人体身心健康的密码 为什么呢 为什么生活在木结构的房屋 或者是木材拥有力高的房屋 这样的微环境中 就可以延年宜寿呢 道理是什么呢 所以要解开这个密码 这是一个木材的横端面 就是木材一到砍去之后 你看到它的端面的结构 清晰看到生长轮或者是年轮的层次 人看到这个木材断面之后 由于它的结构 纹理 花纹 颜色 使人有一个心理感受 人的心理感受 马上就会使人的生理做出应答 无论你是舒服 你还是痛苦 无论你是愚昧 还是愉悦 心理感受之后 使得你生理指标要有一个响应 我们叫做应答 那么科学家们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图 我想这个图是可以说明 木材为什么能给予人 一个非常舒适宽松的环境 可是木材的端面后 可以构成这样一个功利谱图 这个图我们先看右上角的那个 这个它的规律是木材的宏观特性 对人们产生的生理信号的掌握 它形成的关系是一个根号F分之一的关系 就右上头这个绿线这个关系的话 表明人的生理信号的掌握 基本和频率没有关系 下面这个两条线 这个频率范围很窄 F分之一和F分之一 所形成的环境 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人的心理状态是一种非常贫乏 这种感觉 那么中间这条红线 如果人的生理信号的掌握 和频率的关系成F分之一分布的话 此时人的生理信号的掌握 会感到自然 自如 舒畅 舒适 这样的一个结论 那么我们通过对木材的测试 我们就会得到就成F1分布的这样一个 无论它的构造 花纹 或者是结构 纹理 可事后 我们的心理感觉和生理信号的变化 符合这个分布 此时心情非常的舒畅 再看下面的图 这是一个章木的横前面 章木是柜材 它主要是刀管组成的 然后还有薄壁 细胞 木贤飞等等 章木的横断面 我们看上去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功率谱 可以得到这么一个谱图 这个谱图完全符合F1分布 这个F1分布就说明这种环境下 人们的生活 学义和工作 人们感到非常的自如 非常的舒适 那么其中我拿出一个指标 人的生理应答的指标主要有三个 一个是脑电 一个是心率 一个是血压 那么从心率的测定 表明 这个生理指标的掌落变化 完全符合F1分布 那么就是可视木材之后 使人心率的变化 感到非常舒适 这样一个环境的掌落 所以我们在设计房屋 装饰或者构建新的生活环境的时候 一定要坚守这样一个理念 就是必须使我的空间 把造成既有F1分布的这样的环境 这样才能够使人精神愉悦 健康长寿 这个舒适的波普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可视物体之后 因为咱们是讲木材 可视木材之后 使你心理指标发生变化 生理指标发生变化 生理指标的掌落 所谓的掌落就是微小的变化 这个变化 使你感到非常的舒适 那么为什么人 看到木材之后会有舒适感呢 我们看看这一组图片 这都是很贵重的木材 一个是蓝木 红酸汁 还有铁道木 还有黄花梨 那么从这四种不同数种的木材 具有区别很大的这样的颜色差别 这个颜色可以说是多彩分成 如果这个颜色我们可视之后 就会产生上面那个F1分布的波普 所以人们就有自然感 亲切感和舒适感 人木和谐 木材呀给人们创造一个非常好的环境空间 非常好的生活环境 为什么呢 那除了它在生长过程中形成的宏观特性 比如说它美丽的颜色 柔和的光泽 优雅的花纹等等 这是在生长过程中形成的木材的宏观特性 由于它的宏观特性和它的生态学属性 就决定了有木材打造的空间 有木材营造的人居微环境 具有有欲身心健康 延年益寿的功效 所以说木材是绿色环境和人体健康的贡献者 所以我们在生活中 或者在以后你们的工作中 要特别注意珍惜木材 保护木材 为什么要保护木材呢 木材一旦点燃之后 或者说着火之后 木材一旦被真菌 昆虫 腐蚀之后 就会使储存在木材中的碳素 释放到大气中 也就是说增加温室效应 这样危害生态安全 所以我非常希望各位同学将来祖国的科学家 工程师 要珍惜木材 要保护木材 这样才能永恒的造福于人类 我也非常期待大家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 更加认真的品味木材的品质 木材的环境学特性 木材的生态学术性 通过这个主题的讲解 同学们要有所收获 有所发现 我也非常期待大家要实践 立志 免学 报国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